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大家都知道渭海最近有疫情 今天也是老马在家静止的第五天了 刚下完楼去做核酸,感触也很大的 以前增加了四个窗口 之前是四个窗口,现在八个窗口 医护不用排队,所以没有人人缘聚集 也看见了这些医护人和治安者 但是这个效率做的就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没有人缘聚集的情况,到那儿随坐随走 而且我家跟前是五个小区同时去做核酸 把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治安者去通知 一点没有人缘聚集的情况 而且看见他们就是来回跑 去通知大家去哪个楼下去做核酸 特别辛苦 而且现场大家能看一点没有人缘聚集的 没有人缘聚集 这样也比较好 但今天这个疫情也不想不说 咱还是想聊聊 最近你看也不能出去拍这个视频 不能去户外拍 也想说一说 大家比较关心一些楼市的问题 今天老马就给大家聊一聊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 第一 有很多人在问这个搜楼处里边到底有命监控摄像头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有 每个搜楼处都有 这个也是搜楼处跟宗介 一个判单的依据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宗介领过来的 还是这个人自己来的搜楼处 第二就是咱们外地人过来购房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感觉在我从业这么多年 首先咱们从网上先了解一个大概 先了解一个大概 第二咱们就是咱们自己来实地 来看一看 来走一走 看一看 不能去光听宗介 你在网上 宗介会有很多这个现象 不能说某个宗介 有很多这个现象 就是宗介以低价把它吸引过来 其实你实际到一看 根本就不是这种事 也根本不是这个 这个房根本就不是这种事 来了有两种可能 一个这个房没有了 要不就是一楼 要不就是顶楼 就这种情况很多 他只要给你领到售楼处了 为什么这个监控就起作用了 这个客户就是他的 以后呢 这个客户呢 就算是他的客户 只要你在这个水楼盘买房 他就能拿到他的佣金 再一个就是说咱们自己啊 就是周边走一走 看一看 嗯 了解了解 嗯 比你从网上听到的会更真实 你像我们拍视频呢 可能就是因为视频呢 它这个平台视频时间是有限的 它这个推荐的也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 可能说的都是一个打盖 说的不是那么特别全面 有的人都说哎 老妈你都说的不全 那你说像周边各种配套 我挨个都给他走到了 都数到了 这个视频呢都做的会很长很长 你也不愿意看了 要时间太长了 你说我做十分钟或者做二十分钟 你愿意看 你也不愿意看 所以说呢 就是我能说出一个打盖来 嗯 还需要您自己实地来考察 再一个就是这个大家有很关心的就是这个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房地产市场行情不好 很害怕自己踩雷了入坑 说这个网上也有很多啊讲这个支持的 说这个进收楼处啊 你先看看跟收楼员说 先看看五证 其实这个五证你先看第一个证就行 看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只要有这个 一般的就是首先来说这个层面是房子层面是没有问题的 剩下的证其实你不看也没有事 因为这个他能拿到预售许可证明你其余四个证就是没有问题的 要不然你拿不了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再一个就是也是网上很多啊 就是讲这个什么这个 够房啊这些大招什么的 说进去先到收楼处 先问问这个收楼员 你这个备案价收多少 我跟你说这个是 呃我觉得很愚蠢 首先来说他的备案 像哪个开发商他不能保证 他今年拿到预售 今年就能把这个楼盘销售一空 所以他的现在的备案价 几乎都高于现在的销售价 都要高于这个现在咱们他的销售价 因为他还留给自己留一个空间 如果市场行情好 他可以再往上涨 如果他现在把备案的价格房子很低 如果明年市场行情好 他没有机会再往上涨 你觉得大家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说这个不用去问 你要只要一去问 其实他们这些收楼处这些人 都是真正要专业的培训的 你只要一说 他就会立刻明白你 不是一个小白 所以说我就感觉 你问这个人完全没有意义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人很纠结 就是说 这个自己怎么去选择的方 你像我一直我在视频里边 我都在跟大家说 看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说我就是年龄大了 我就是单纯的 我就想在这边养个老子 你就找一个 市区比较近的 就是这个楼盘本身自己的抗氧配套 全一些 因为咱年龄大了 不可能说我再跑到去很远的地方 我去买菜 我去购物去 对不对 你要是想我 最起码我这个小区里边本身 就有这些配套 要不就是我出了这个小区 我周边像这个医疗 商场 菜市场等等这些 都比比较近一些 如果说咱们人生就是 夏天过来住一住旅居的话 那你就想环境 就是景色特别好 那你就选一个 稍微偏一点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选的 离城市太远 十公里之内 高级城区的十公里之内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选择太远了 像那种新区 像那种刚发展起来的地方 不确定因素太多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选择 正好这几天也没有什么事吧 每天我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录一段 简单的说一说 最后呢 哎呀我还是想为为海加油吧 希望这一个难关就是 马上尽快过去 大家也能恢复这个工作 最后为为海加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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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